在市政府交通处长王顺宏 文化局长江廷梅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和六堵里长于梁胜 带着基隆市长谢国良会刊 会在七堵区工建路7号多年前 曾经被规划为亚太当代艺术园区的土地 由于土地所有权能 包括市政府文化局、卫生福利部 以及食药署三个单位 因此目前还是闲置在那里 当地六堵里长和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会建议市政府是否可以适时规划 属于文化局管辖的土地 规划作为停车场 舒缓当地停车压力呢 市长谢国良则认为 市政府应该积极争取整片 总面积大约两公顷的土地 作为就业基地使用或许更合适 现在基隆就是需要提升就业 我们希望在六堵工业区 这边可以全面把厂房立体化 那这边的用地的地幕也是仓储区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你问我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还是想把这边变成一块 两公顷的就业基地 因为现在基隆是需要就业基地的 那首先就是要先克服文化局 在这边的仓库使用 再来就是要克服卫福部跟食药署 也是卫福部啦 在这边的仓库使用 一旦能够克服完成之后 我个人会主动的希望 把它变成一个就业基地 那现在地方所提出来的是一些 在地停车的这个概念 那我觉得这个概念也有道理 我们原来来这里的目的 是这样子的没有错 但是因为这牵扯到还要再分割地幕 然后才要帮他们后面的食药署 留一个通道再来变更 其实花的时间 搞不好比我刚刚讲的就业基地规划 还要来得久 所以我个人是初步这样建议 当然还要跟议员们 跟里长们大家共同探讨 那如果是我 这块两公顷的拿来就业 我觉得比拿来做仓库 二十多年都放在这边 来得比较务实可行 我想经济的价值是最重要的 那地方的需求的话 市长也很重视 所以这样两者之下的话 当然我要是考虑 以经济价值最重来考量 那刚才里长之前的话 也说谈到我们物资级的前面的花谱等等 就是以后未来的话 市长这个方案都是可行的话 未来的话他们停车问题 可能就要考虑到外面的道路上来退缩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直接 由市政府相关单位来研考 那我们也尊重市长到最后的决定 不过就算要使用属于文化局管辖的土地 还涉及到土地必须办理分割等行政程序 因此市长谢国良也指示市政府相关单位 规划办理活动时作为停车场 以及争取整片土地规划作为就业基地两岸并程 同时研议进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